庆历五年,庆历新镇失败 所谓变法核心的语言 欧阳修外放除州 太守欧阳修在除州山水间沉醉 自好醉瘟 虽然我们没能和欧阳修共影 几情山水 但他的醉瘟评记应该是都背过的 那么之后的故事呢 醉瘟没有醉倒在除州 此后他辗转地方 直到黄又元年 才离开了他的山水之乐 回到朝堂 但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被外放 在除州写下山水之乐 得知心而遇知久也的欧阳修 在二十多年后再次被外放 这次他还能找到他的山水之乐吗 朱娟啊好 我是于璐 这里是金凶一面方爱篇 对我们来说 作为熟悉的欧阳修 自然是清理年间 沉醉在除州山水里的那个中年太少 然而人生 不可能只停留在一个时期 对于欧阳修来说 晚年的变故太多 而最重要的一场变故 始于至平元年 故有韩旗和新上子宋英宗 想要重奉蒲王典礼开始 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 明面上看起来还不算太糟糕 作为皇室小宗 蒲安一王的亲子 英宗之所以能继承皇位 其法统 来自于宋仁宗将他收为养子 英宗为了表现与仁宗之间的父子情深 搁置了重契蒲安一王的称名封号 和理智等级问题的奏书 虽然仁宗已经去世 但在大多数人眼里 他们还是父子子孝的一个养父子 但仅仅过了一年多 至平二年四月 英宗就迫不及待地 召集理官及代之以上 即重奉蒲王典礼一事 皇帝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 群臣看在眼里 莫免要犹豫一秒自己的立场 欧阳修作为宰制一员 又是韩琪多年共事的好友 此时自然是站在韩琪一边 但即便他此时身居高位 又已是天下公认的大儒 也无法堵住 太监官们的那张嘴 我们的大儒欧阳修 从仪礼 丧福记 汉书等些人经典里 提取了自己的观点 然后开启了自己 蛇战群儒的新战场 这个活儿他很熟练了 甚至有种 清理新政画面再放松的即时感 挽起袖子 开始战斗的欧阳修 战斗力不逊当年 虽然欧阳修战斗力满分 但一个人打一群 这种群殴行为 对于一个老人家来说 压力还是有点大 更何况 对面还有个 战斗力毫不逊色的司马光 反对称皇考的官员们 不仅从欧阳修的论据中 提取出反对的依据 还对他本人进行了抨击 像是吕大房 范川仁和赵瞻 就联合尚书认为 欧阳修妄以经典 辜负先帝 事态一度发展到 不罪首恶之刃 则无以清朝政的地步 虽然蒲义的最后结果 还是合了宋英宗的意 但台阶和公义 并没有就此放过欧阳修 欧阳修也明确知道 如今天下对于他的非议 在蒲义之争落下帷幕后 欧阳修随即多次上表 请求自贬外放 想要提前退休 然而英宗没答应 而且很快就顾不上 欧阳修的请求 早早并重去世 这或许也成为 欧阳修晚年 陷入谣言隐的开端 在蒲义时 蒋之奇因为 复合欧阳修的观点 被欧阳修推为玉石 然而眼见阴踪 并重去世 欧阳修为天下公义所报 蒋之奇为了 与欧阳修划清关系 在听到欧阳修 可能微薄不休 与掌心间 有不可说的小故事的时候 他按捺不住了 随即上书弹劾 这种丝密的谣言 这个谣言 最早是欧阳修夫人 薛氏的堂弟 薛亮儒传出来的 当时薛亮儒 因为举荐非人 遭到牵连下狱 以为他是欧阳修的亲戚 神宗登基大赦 怎么也能轮得上他 结果他这边 还在狱中等着被放出来 那头欧阳修上书表示 不要因为他身居高位 而赦免薛亮儒这个旁人 因此薛亮儒不仅没有被赦免 还遭到免职 希望落空的薛亮儒 从此混上了欧阳修 但硬碰硬他又打不过欧阳修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编出了谣言 并大肆传播 欲使忠诚彭思勇 从别人口中 听到这则八卦 信以为真 转告了蒋之奇 蒋之奇又以此善疏 弹劾欧阳修 欧阳修怎么也想不到 多年后 竟然又有人 拿家私之事污蔑于他 这个人 还是他曾经 视为门人的蒋之奇 他连上数折 请求神宗彻查 希望能还自己一个公道 鄙师太剑 似有封闻言士的权利 但这并不代表 可以随意用谣言 叛污朝城 宋神宗平视中书 让蒋之奇 句言所闻 并说出他的消息来源 蒋之奇扛不住压力 盘扯出了彭思勇 然而彭思勇 却认定欧阳修 是溥义的罪魁祸首 不管谣言真假 他都不愿意屈服于欧阳修 所以对于这则谣言 他只说外面听来的 其他一句 多的也不肯说 碰到这么个硬查子 神宗也没办法 于是彭思勇 出至黄州 蒋之奇被贬 神宗将此事的来犹结果 公至于朝堂 算替欧阳修 洗清了冤屈 然而对欧阳修来说 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和冲击 实在令他心灰意了 蒋之奇和彭思勇 是恶人吗 对于身处受害者位置的 欧阳修来说 他们自然算不这样好人 但欧阳修也知道 他们并非人品低劣 毫无才干的人 蒋之奇被贬至地方围观后 薪水利安置桃荒者 政绩卓著 因此又逐步升迁 至西周时 西夏要求议和 画柄将界 蒋之奇认定 西夏居心叵测 反而加强了边境守备 在蒋之奇认上 西夏始终没有进凡 徽宗时 蒋之奇拜同支书密院 次年又升任支书密院时 虽然因为造谣 吴狗阳修的事情 他始终在士林保守诟病 但确实无法否认 他还是个干史事的人 而彭思勇这个人 又倔又固执 一身抬剑的细致 如果说 神宗时的彭思勇 是个倔朗头子 那年轻时的彭思勇 大概该叫冷头青 仁宗黄佑年间 朝中传言 仁宗要给大家发福利 百官都升官一级 那会儿张瑶佐 王守中正受宠信 彭思勇觉得 这是仁宗在帮这两个人 做面子功臣 于是为了这么个传言 就凯然赏书 陛下如此宠信宦官外戚 不是设计师福啊陛下 把仁宗弃了个半死 多年后回到朝堂的彭思勇 再次因为一个谣言被外放 没多久 就在西宁三年去世 这一场谣言风波 当时的几个人 无疑是受益者 此时欧阳修心里 又开始有了退休的心思 但想退休是一回事 年轻的神宗皇帝 不愿意放人 自幼是他所没有办法左右的 应宗登基后 搞了一出仆役 仍旧撑不住 先去世了 年轻的神宗皇帝刚登基 摩拳擦掌 想干出一番事业 他不仅有冲劲 也很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因此 不管是老陈辅佐 还是提拔自己的心腹 他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欧阳修这么大一个人 有变法经验 有治国能力 神宗皇帝 自然不愿意放过 但老话说的 该退休的时候 就该退休 欧阳修这次又没能成功退休 下一次退休的机缘 在哪里呢 那就要牵扯到 王安石在悉宁年间 主持的悉宁变法 悉宁变法的目的是 并以此进行军队建设 此时清理新政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当时的故人 也大多已经过世 看到老王 成为新一代变法的后继者 欧阳修 不知道是怎样的感慨 在悉宁变法前 两人一度十分清静 欧阳修写 汉林风月三千首 力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载 后来谁与子真仙 赠王安石 王安石也答一诗文 那是不是说变法以后 他们就反目成仇了呢 倒也不见得 有人说欧阳修 灌单的大了 便逐渐变得保守 因此 可要变法的王安石 站到了队里面 但欧阳修 并非是屠龙少年 忠诚恶龙 他对于励志和改革 有着自己的一套看法 清历史的欧阳修 提议整顿励志 如今的欧阳修 面对十根事已的新局面 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他认为 自从复辟寒齐 看重长于前古行民的干礼 天下几十年间 能成辈出 然而管阁的储备 却大大减少 因此 他希望以新儒学 来补充管阁 对于西宁变法 他有王安石分歧最大的地方 大约在清明法 清明法主要是为了抑制 当时以十分严重的 土地兼并现象 并打击 使农民能够顺利度过 青黄不接的世界 清淼法的本意自然是好的 但清淼法 只在京东 淮南 河北 三地短三世行 便很快推向全国 欧阳修年轻时候 见过变法太激进的后果 如今看到王安石 主持西宁变法之驾驶 一些微妙的即视感 使得他看待变法的主张 更为慎重 他先是上杂子认为 跑人议论清淼法 取利于民 朝平解释 他们又不听 干脆就不要这点迎头小力 反正也不能多收多少利息 反而还累得官家忧心 亏累了其他行政的事情 而且封年与否 实在太过依赖老天爷心情 若几年都是收成不好 无法回收清淼钱本息 这么一年年积攒 即便有一年 田间丰收 又要农民归还 前面欠的钱 岂不是永远都要被债务追着跑 而官府一直出资补贴 天天催债 农民还不上 官钱也容易变成烂涨 虽然规定的看似挺好 但欧阳修所见各路官员 都把发放清淼钱 当KPI 一级一级分发任务下去 导致拿到清淼钱的 不一定是真的需要的农民 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欧阳修所言 未必不是出自攻心 但晚安时也未必就有错 欧阳修此时 也确实已经很累了 神宗为了晚安时的变法 能够顺利实施 也将几位反对的朝臣 调任出了朝堂 其中就包括欧阳修 在他心心念念想退休的时候 殷宗和神宗都不放人 如今却因为他对新政 提出的意见而外访成功 不知道欧阳修此时 会是怎样的五位杂陈 西宁三年 晚安时拜童中书门下屏章时 欧阳修给这位小友 积蓄贺王相公拜相起 此时的欧阳修 已经被病痛困扰 二十余年了 这位西年庆离新政的骨干 天下文宗自清理八年后 便饱受眼疾的困扰 叶梦德在《时灵谚语》 就提到欧阳修困于眼疾 阅读都成障碍 往往需要其他人 将纸面上的文字念给他听 在证明条件不足的时候 罹患眼疾已是古代文人的通病 苏氏已有内上眼的病史 宋代藏书智学之丰盛性 上年时的欧阳修只能借书而读 可想而知 阅读的环境必然是不太理想的 近世极地有了俸禄后 欧阳修特地撇了一个房间 作为藏书室 命名非非堂 后来欧阳修的仕途逐渐显大 手上的余钱也多了起来 通过购买 抄录 朋友赠予 皇帝赏赐 等等突进 欧阳修缩罗了一大批藏书 堪称一袋藏书大甲 但是书是多了 眼睛却也看出了毛病 眼疾带给欧阳修的 还不仅是视力上的印象 疼痛往往伴随而来 他在书信和诗文中 也常常提及自己的眼疾 不过欧阳修 是有一些工作狂音字在身上的 他工作的时候 办公写字 和常人没什么分别 因此同僚也常常没发现 他有眼疾 虽然被眼疾困扰许多年 但他倒也少有埋怨 他在《眼有黑花》 《西书自前》里写 如今白手春风里 并眼何须眼黑花 虽然能自嘲看待眼疾 但困扰欧阳修的病痛 又远不止眼疾 他在达张学士 提及自己的现状 一开始是两手手指 抽搐惊人 吃了医者开的药以后 手好一些了 又因为药毒 导致喉咙肿胀 病痛连绵不绝 这边好一些了 那里便又复发了新的症状 至平时 欧阳修又患上了零可症 就是糖尿病 人逐渐消瘦的同时 眼疾也随之加重 不仅难以失误 疼痛也逐渐难忍 零可症 眼疾 足疾 咳疾 手疼 压痛 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和疼痛 不管患在谁身上 都是十分难挨的 复杂的病症 令欧阳修的生活 饱受折磨 在给友人的书信里 他也忍不住叙叙叨叨 然而在这样的病痛侵扰下 他依然比根不错 晚安时曾出欧阳修的文章 晚年反不如少壮时 然而如此病痛缠身的晚年 与少壮时的文章风格 有所不同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更何况 但他行至人生的晚年 当死亡 成为生命的常客 人的心态 也一定是会发生变化的 韩琪为欧阳修写的 《牧师民中》提到 欧阳修有八子三女 另有说法说 他有十二个孩子 然而只有四个孩子 活了下来 其他进阶造谣 这不仅让他心中悲苦 也让他对此女的疾病 奉外在意 在写给朋友朋友聊 乃至上书求去的时候 都时时提及儿女的近况 死腹心肠可见一斑 例如嘉悠二年 他写给王一柔的信上 忧心重重的担忧 儿子久病 使得身体雷落 又给苏寻写信 儿子卧病在床 心中忧闷 嘉悠六年 又在给王拱臣的信里写道 女儿患了木籍 日日忧心也不见好 至平二年 他上书旗外放的时候 也提及 去随丧女 心中悲苦 眼睛阴而复发 当几个活下来的孩子长大 欧阳修这份担忧 也与日俱增 转化为了关心 他在信中不吝离墨 说天气突然转冷 四季你还没有免疫 你少了人 匆匆送去 又劝少时发雾 少喝酒 身体要紧 絮絮叨叨的语气 就如同身边 每一位关心孩子的父母一样 但这样的欧阳修 却是在缺少富爱的环境中 长大的人 欧阳修四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他自幼由母亲扶育教导 幼时家贫 没有多余的钱财购买纸笔 欧阳修的母亲郑氏 就以嫡草为笔 在地上写字作画 教导小欧阳修读书识字 母子间的感情 自然也是非常深厚 欧阳修后来被贬各地围观时 写老幼 举家夫人 自己心里也常考虑 这地方是不是合适 奉养老母亲 郑夫人在黄幽四年 因病在官舍去世 对于欧阳修来说 这份打击着实不小 他甚至在书信中 对堂弟欧阳焕说 我罪孽深重 却没有去死 才让上天 给老太君降下责罚 更令他难过的是 对他来说 一时一有的范仲淹 也同在这一年过失 遥想当年 亲力诸君子 意气风发 如今 故人自散 生死相隔 死亡成为他生命中的悲痛底色 但又从未打倒他 欧阳修晚年 为病痛清扰 因仆役的纷争 他晚节遭磅 为天下势灵所非议 而儿女去世 又屡次经理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或许 蒙发了他的鬼影情结 追根究底 他本心或许 始终是那位 沉醉山水之乐的太少 他曾说 须知我是爱山者 无一是中不说山 即便老病缠身 他也从未忘记 寻伤防水 他在六一居士传自称 现在自己既老且病 到了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离开去哪里呢 离开朝堂的风不暗涌 回到情人身边 回到山水之间 山水之乐 始终在欧阳修的心里 虽然醉翁 年岁尖朗 但在亲人的陪伴下 他仿佛又变回当年那个 自好醉翁的太少 在醉与醒之间 虚觅山水之乐 小儿生六七岁者 为时乃醉翁 皆惊呼唏笑之 凌晨时干生 脱绝当年情味犹在 但老不认酒利 也许 也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